我觉得好好笑的一件事 就是对有字幕我也不认识 那我就看什么英文电影 要开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车程 去另外一个新的电影院去看电影 今天要去看一个电影 是汤姆斯路斯 在86年拍的一部电影 现在是拍的第二部 壮志凌云 汤姆克罗斯就是因为 在86年那部电影 然后一炮而红的 现在这么有名 就是因为那部电影 今年才是第二部上映 是全球上映 所以我现在想去看一下 而且是全英文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字幕 希望有字幕吧 汤姆斯路斯走过来 就是布兰湖的墓 就是40年 它一直是这个样子 现在才发展 原来的时候都没有发展 这次疫情 然后我觉得踏到受益了 这个电影院就在这儿哟 我们已经到了 自我不是一个观察者 一个体验者 观察者不是观察本身 去停车 它这停车场 分地上还有地下 地上呢 有一部分就是可以不用花钱停车的 地下呢 就是要花钱停车的 从古希腊 车趴在这个停车场 它就是不收费的 如果说趴地下那块 它就是收费的 然后或者趴这个马路边 它也是收费的 它有米表这边 大家可以趴在这边停车场 然后走过来 其实没有多少的路友 大家可以升迁 电影院到了 就是在这里 哎呀 闹了个乌龙 不是那儿 还得上一层楼 那块是游乐场 好像每个地方的电影院 都要挨着个游乐场 好像是个标配一样 再到了 然后需要排队进去 从大门走进来 有一段走廊 下边的风景是不是很好 还有喷泉 我们在5号电影院 电影厅 先取一个洗手机 去这里 电影院这个座椅 定的是这个样子的 周二时候定的 然后就可便宜了 十多块钱一张票 其他的时候 都二十多块钱一张票 我觉得这张椅子好舒服呀 看电影的标配 爆米花 可可可可乐的人 看完了这个电影 历时两个小时差不多了 我真的是吼哟 我虽然没有权看懂也听不太懂 但是我都被那个画面震撼了 有笑点 然后也有泪点 最后还是原版结束了 还是很好的 不剧透了 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千千万万不要在家电视里看 留一个纪念 五号电厅 在这里看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给我点赞 关注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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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